字幕志愿者 大家好 我是Sandy 歡迎 嗨 今天又是我們的日常 欸 我們日常好久沒拍了 因為最近有很多事情 我每次開口都會說 因為最近有很多事情 欸 我們真的真的很多事情 所以日常沒拍 我先講我的好了 我最近就是生了一場病 等一下 是你還是全部 就是我們整個家族的人都因為養飽 我們大概家族有9個大人 就我們所有的表兄弟姐妹 大概9個大人都生病 全部都是一樣那種 頭隆痛 流鼻涕 鼻塞 然後嚴重的就發燒 我好像很久沒有生病了 所以我這次感冒好嚴重喔 我感冒了9天 回診3次 一次3天 總共吃滿9天的藥 吃滿9天的藥 然後到現在終於有好一點 剩下可能就多喝熱水就會好 就吃維他命就好 為什麼要吃藥 你快要生病的時候 或是剛一點點的時候 吃維他命是很OK的 可是你已經生病了 你就是要吃藥 藥物會欺騙你的身體 它會讓你覺得說 你的身體好像已經好了 沒有鼻塞了 或是不怎樣了 但是其實是你身體上 你還是鼻塞 你還是咳嗽 所以你要靠你自己的身體 去對抗那個細菌啊 吃維他命啊 可是應該是你快要生病 你可能已經有一點點不舒服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吃維他命C 都還是很OK的 可是你已經有症狀 就是要看醫生啊 那樣我有看醫生 對啊 我只看過一次醫生 就是吃了第一趟的藥之後 我就沒有再去回症 因為輕微的症狀 我覺得我的身體可以去對抗他 我身邊都是直接打針 因為我覺得打針才是最快的方法 我怕針啊 我打完針以後 我就回家睡個覺起來 我覺得恢復大家七次 你這隻就是強制把你的身體騙爆 不行 我覺得打針太可怕 我沒有辦法 那你們最近咧 感冒 牙貓感冒 牠是第一次感冒對不對 對啊 牠這次刷到 40度吧 39 39.8 我們來要去馬街的 但是馬街就說 因為我們已經吃了感冒藥了 所以就沒有必要再去看醫生 他說可以用物理降溫 就是幫牠洗溫 水澡 跟貼額頭貼片 所以牠不是什麼沒規準還是怎樣 不是 因為牠的活力超好 牠還是可以玩 可以跑 也沒有什麼任何感冒不適應的症狀 然後有了咳嗽 就這樣 連沒有鬼殺殺都沒有 那個醫生這樣判斷是牠是玫瑰疹 因為他在醫生幫牠聽診的時候 牠會這樣 捏捏 然後抓那個醫生的手 牠是感冒 不是玫瑰疹 對 不是玫瑰疹 牠就是急性的上呼吸到感染 那請問第一次遇到小孩子感冒就會覺得 崩潰 然後小孩感冒以後 你就會跟著一起感冒 通常以前感冒都是很累 就躺在床上去 你現在感冒你就算很累 你只要爬起來用它 沒關係 現在大家都好 現在大家都非常的健康 最近還有什麼事你們 第二件事情 最近那個路的地方 脫掉得很嚴重 那好想起來耶 我要講什麼 我先講 前幾天我真的超不爽 不爽到我想到做一件事情 但是下雨天 然後我就把我的機車的抹布放在前面 前一晚我還看到牠在那邊 然後隔一天我下完雨 我還想說我有抹布 我就要擦一擦 我走過去的時候 我抹布被幹走 我就超生氣 我氣到炸掉 然後我就很不爽 我就覺得說 一條抹布也要幹走 一定有網友就會說 你自己要放前面 放前面又怎樣 放前面不代表你可以來 因為那是我的置物 為什麼不能放前面 沒有 網友會想另外一個 一條抹布才十塊錢 那你幹嘛偷 所以我就想到一個東西 等一下你要先說你被偷了幾次 我已經被偷了兩三次了 我已經超不爽 我那時候不爽到 我想去小北買一條大的 那種汽車專用 超吸水超好用的 放在前面 然後就是對面 就拿攝影機在那邊埋伏 他如果敢再偷我 我就 下雨天 然後跪到我前面 跟我 磕頭道歉 你這樣說別怕 你氣個屁喔 一條抹布十塊錢 你有三倍就可以 你可以買多少條 為什麼要幹我的抹布 我現在是新的 我要買超吸水 氣個屁喔 你為什麼會氣啊 到底有多生氣啊 可是楊他現在生氣 他到底現在長大了 你幹嘛 幹嘛 幹我的抹布啊 所以他就會這樣子 你為什麼要拿我的抹布 沒有 我就會過去說 這是你的嗎 這是你的嗎 這是我的東西 你幹嘛拿 然後我就說 要幹嘛你啊 我就這樣看他 然後他去找 所以我整齊就打給你了 我就會說 我早就說到那個人 可是他還比我還兇 我在說什麼 算命的說什麼 你知道嗎 所以我沒有Gear型 那個算命真的很厲害喔 他竟然知道我沒有Gear型 我跟你講 你就拍片 你就埋伏他 我拍片 如果他跑掉 我就把車牌弄下來 我也不打碼了 你拍片 叫你的粉絲幫忙 我沒有粉絲 沒有我講錯 這時候 就跟我分得很清楚 叫我們觀眾幫忙抓人 好 對面觀眾有警察 叫他幫忙抓人 我真的快氣死了 借來插 我都沒關係 我看到我都沒關係 現在這插一碗放回去 我都OK 互相幫忙嘛 大家都騎機車的 幹我抹布就不對 我要講的是 第三件事情 對面前那個拖掉非常嚴重 然後他在搭電梯的時候 前面有一堆扶器的時候 那台腳踏車齁 然後 楊在旁邊 這個好 放在那邊齁 都是太可惡了 他講人說 那台車是放在那邊齁 沒有王法了 然後他就打掉 叫我全部拖掉了 然後楊在旁邊 因為他的腳踏車沒被拖 但是他的機車被拖了 不敢講話 然後就楊昨天去拿包裹下去的時候 他就看到下面的那種警察 發現原來我們這邊有一層樓的住戶 他們只要一吵架 他開始剎刀啊 剎剪刀啊 然後 然後 管理員的那個主管 在樓下抽煙 然後抽一抽 忽然這一把剪刀從裡面 就丟下來 煙的那個前面的褲子 就斷掉了 所以他問他說 怎麼都警察 他說你應該也不希望 這一棟變成兇宅嗎 所以他們要制服那個住戶是不是啊 脫掉的是覺得沒有王法 但是其實前面 比較常脫掉是因為 會保護住戶的安全 就是大家不要走下面這個地方 因為可能你在牽車的時候 牽車的時候 你就被嚇到 你可能就一把刀都插在你頭上 你就被嚇到 現在是叫脫掉的 趕快把這邊拖走 是為了保護我們人生安全 怎麼又是在保護 所以我們突然 陽板機車被拖掉的時候 氣到炸掉 那你現在都是在保護你生命安全嗎 我知道而且我錯了 他不可以停在紅線 他如果停在紅線我的問題 所以我 氣是氣我自己 然後他個人氣是什麼 他個人氣就是他跟我說 怎麼辦 機車鑰匙不見了 RS的鑰匙 要複製要去原廠提供很多資料 我們就是翻篇的時候 鑰匙都不見 然後他就搭計程車去帶模樣洗澡 我在等你的時候 我在地上看得到鑰匙 可是我之前的RS機車鑰匙不見 我是鑰匙直接不用打耶 鑰匙耶他怎麼打 真的 他就灌漿進去喔 我不知道他怎麼用 怎麼可能 他說到原廠耶 我大學的時候 你去找小偷吧 我大學的時候 你還記得人 想要外面就有一個Saver嗎 我知道啊 我鑰匙不見啊 我就在那邊叫鑰匙 鑰匙不見幾副了 三副 超煩的 我跟你講三副你聽我講完 我就死我這樣過來 然後我就說 那叔叔你可不可以 再幫我多用一個鑰匙啊 不然我鑰匙一直不見 好啊 他就真的幫我用一個啊 我有一副鑰匙 是沒有辦法感應那個 那個轉那個的 就是他打給我的 怎麼可能啊 真的 真的 我不知道怎麼用 欸我就在那邊等他去 看小偷是不是 欸那時候超寶貝我的車 後尾有人卡我的車 我氣到不行 我跟叔叔說 叔請幫我調 所有的監視器我要看 因為我的儀表板列了一個封 忍住說 這個只是一個封應該沒關係吧 我說叔叔不行 我們不能姑息這種 會卡人家機車的人 我就坐在那邊看 看到隔一天的天亮 我沒有看到有人卡我的車 然後我去停到那邊之後 我就看到學校的牆上寫 這邊會掉椰子 這邊不要停機車 所以你看那個儀表板也是 玻璃是破的 我的儀表板也是破的 我的儀表板也是破的 我的儀表板也是幹破的 因為我也是周末碰到他 跟別人男人在一起 我就跟他敘述這件事情 我講你很自己太神奇 我一球打我的儀表板 我往上面 請幫我們不要做大學的時候 好啦 那個大約算 就是我們最近 還有回憶的日常 好啦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個讚 還有小鈴鐺 掰掰 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個讚 不要忘了 還有小鈴鐺 掰掰